尽管有疫情 人有越来越多 雪鸟族到美国避寒 总理特鲁多说政府不会禁止加拿大人行动 此外 特鲁多表示 如果各省在抵抗新冠状病毒疫情上需要更多资源 可以向联邦政府寻求更多支持 特鲁多周三在接受节目访问时提到 联邦政府已经在夏季拨款190亿加元加大病毒测试力度 但他说 不幸的是 并非每个省都达到了他们同意的目标 他们承诺每天进行测试 我们已经提供了联邦雇员 他们只是在等待省政府的要求 可以提供更多的追踪工具 当记者追问是否任何省份都可以要求拨款用于联系追踪时 特鲁多说 是的 绝对 我们为全国各省提供支持 目前 免省的人均病例数是加拿大第二高 仅次于魁贝克 周二 该省发现了创纪录的124宗病例 安省联系追踪几乎已经被放弃 原因是包括多伦多在内的几个主要城市的案件 不断上升 安省政府表示 他们将额外花费13亿元用于联系追踪 此外 安省省长福特宣布 计划在11月中再增聘500名联络追踪员 负责个案与联络管理 以协助病例及追踪者的追踪与隔离等工作 有关的职位 省府现已有100名员工 福特表示 增聘联络追踪员 是安省秋季预防计划的一部分 该计划的目的是确保安省的安全 为日后疫情做好准备 省府也已决定向该计划投放13.76亿元 虽然加美两国病例数都不断增加 也已经关闭了不必要的跨境旅行 但特鲁多说 他不会完全阻止加拿大人到美国 如果有人坚持选择旅行 我们不会囚禁他们 这个国家有行动自由 但人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危险之中 他指出前往亚利萨纳州 佛罗里达州和德州等传统学鸟州的旅行人数再增加 如果他们选择离开加拿大 要留意当地没有像加拿大一样的健康保险 政府也不会再提供撤离航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